你好,我是蔣志偉,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投校新,我们先带你来关心的 就是确诊机师 让很多人感到相当的害怕 而事实上在今天还爆出了 机师去过了双北等地 指数中心表示了地方现在还没有公告 而为了防堵长龙机师确诊事件再扩大 指数中心在今天下午2点半 发出了110万封的警示简讯 不少收到简讯的民众 大家都说这段时间根本没到过陶竹苗 或高雄这些被公布的足迹点 到底为什么会被警示 大家都很疑惑 8月13到9月2号我去了哪里 整讯发了110万笔 内容提醒曾在8月13到9月2号 和确诊者接触或活动轨迹重叠 有疑似症状又有就医或裁剪 但一堆人不煞煞 因为他这个时间的范围区间真的太长了 所以我根本没办法去回想说 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有可能足迹有重叠 史上规模最大细胞简讯 民众却灌爆卫服部脸书 说搞不懂个案去过哪很困扰 觉得简讯乱发 倒不如直接公布足迹 我身边也蛮多朋友拿到简讯都觉得一头五水 就是根本不知道 那个足迹重叠处可能在哪边 所以就是感觉帮助可能不大的感觉 足迹并不是先画好地方才去那个才去发 就是说在足迹有到的 那相关有相连的那都发 指挥中心解释部分轨迹是有些地方政府没主动公告 足迹范围包括双北地区不少新北人收到简讯 急着预约裁检或快筛 而两名长榮确诊机师公共足迹 到过桃园汽车旅馆展演中心 高雄 苗栗和新竹县内湾老街等地 有店家消毒完先休息 决定九月中再赴业 而案16120在检疫期间到桃园某诊所就医 这家小儿科诊所贴出公告 说因为有确诊者足迹修整两周到九月十六 另外主义会中心判断 他的感染地在芝加哥 后续还会跟抗体检验结果进行比对 听别新闻综合报道 又有新的确诊足迹曝光了 桃园市府在今天下午公布了 长荣基是儿子案16122的足迹 而曾经搭乘过168路线的公车站 往内利的方向也去过了加勒福金国殿 而北科复工校园也扩大的裁检 结果也出炉了 2000多名的师生 PCR结果都是阴性 但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全数得在9月7号进行快骰 消毒车出动 大规模在公车停喷洒消毒水 座位看板每个角落不敢马虎 因为又有新的确诊者足迹 桃园市府四号下午公布了 长荣基是儿子16122足迹 9月1号也就是开学当天 曾搭乘168公车往内利方向 隔天去过加勒福金国殿 刚好下午来逛加勒福的民众 难免会有点担心 毕竟按16122学生3号确诊CT值只有11 属于感染力相当强的期间 且现在也还没排除染上Delta病毒的可能性 但还需要好消息 经过漏夜检测案16122学校 北科复工的校园扩大裁检 结果出炉 同校师生2600多人 正在检疫的同班同学 跟家长144人 一共2800人PCR都是音信 即便如此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还去强调 仍有染疫可能得提高警觉 而且9月7号所有师生要居家快筛 若有需要的话 也会安排第二次PCR裁检 这两天桃园多个地方都看得见消毒人员身影 因为案16119机市也有新足迹 8月28号中午12点 在加勒福中原店停留半小时 29号下午参观桃园莲花祭 31号傍晚则到了藏寿司清普店用餐 有到过相关场所民众 务必留意身体状况 防范病毒不能有 一丝松懈 即使突破性感染延烧到台中 折中心在4号通报了台中市卫生局 有两名的空服员和确诊机师 有密切的接触 而其中29岁的空服员 已经在桃园集中检疫所隔离 而台中卫生局也紧急地匡列 两人在台中的家人 总计了一共有10人安排 住进了集中检疫所 台中市府也表示了 这两名空服员都是在职场接触机师 因此在台中并没有确诊足迹 长荣航空机师确诊风暴 持续延烧 4号台中市卫生局 接到指挥中心通报 确诊机师 有两名新的密切接触者 经济扩大匡列 10个人安排到集中检疫所隔离 卫生局也立即确认 是不是有确诊足迹到过台中 虽然他们是一个接触者 还是为了安全起见 宁言勿松 所以先匡列 先把他送集中检疫所 这两天正在进行裁检 卫生局也补充 这两名密切接触者 一位是29岁的女空服员 和暗16120 已经遭到开除的机师 有接触过 扩大匡列空服员的两名家人 而另外一位接触者 也是空服员 则是和暗16119 在8月23号 同班飞马尼拉 接触后确诊 9月3号已经在桃园 集中检疫所隔离 PCR裁检 是阴性 匡列她的7名家人 这两名空服员 户籍都在台中 4号也紧急 匡列了10名同住者 安排到其中检疫所隔离 卫生局强调 经查后都是职场接触 没有确诊足迹 到过台中 其实确诊 连带曾经接触过的人 也慢慢清查出炉 各县市防疫采取 严防措施 就怕这把火烧到自己家 TVS 李生辰罗欣 台中报道 台湾本土在加林 长龙机师案 初步裁检的结果 也没有再扩散 让指挥官稍微放心了 但两位染疫的机师 执勤归国 自主管理期间 没有好好的在家 乖乖呆着引发争议 而其中 案16120的机师 他现在被免职了 而更因为被航空公司开除 只不过另一位机师 案16119 却没有被惩处 而根据了解 是因为这名机师 因为没有入境第三地 只需要自主健康管理 不算违规 那现在检疫的结果 还没有算完全没有 还没有完全出来 但初步的情况看起来 现在也没有这个理由 继续把它升级 长龙安民新增案例 最新裁检结果 两位机师扩大 才188人 除了三号公布的机师之子 其余都是阴性 剩134人代彩 即便疫情走向乐观 造成破口的机师 还是要追究 飞出去的时候 要填健康声明书 那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并没有填报 然后第二就是 有聚餐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最后有没有违法 要根据相关疫调 最后在地方卫生局的判定为主 案16120机师三项争议 还包含到诊所就医 为联系卫生局 长龙果断开闸免职 但另外机师16119 同样全台啪啪走 却没被惩处 外界质疑 难不成是长龙的断尾求生之计 但却了解 案16119前档分析 没入进第三地 属于自主健康管理 没有违规 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另外4号台湾本土归零 疫苗也迎来好消息 更传出第二批90多万剂BNT 也会在8号运底 疫苗双喜临门 第一剂覆盖率拼10月6成 不再遥不可及 TVB新闻综合报道 长龙航空三名机师 出现了突破性的感染 均打过两剂的AZ疫苗 而其中有一人 验出了Delta病毒 也让外界对AZ疫苗的 保护力存疑了 而根据指挥中心统计了 在7月2号至9月3号 共有249例的境外移入 而其中41例为突破性的感染个案 我们交给记者韦佳琪来告诉我们 机师出现了突破性感染 现在民众当然就会担心 到底是打哪些疫苗 比较容易被突破性感染 尤其是台湾现在本土累积了8例 我们先带您看到这样的数字 其实从7月2号开始到9月3号 已经累积了41例的境外突破感染 那么他们都打哪些疫苗呢 其实有12个人打的是AZ疫苗 还有11个人打的是BNT 4个人打娇宣 3个人打莫德纳 那么其他当然包括来一些 像是国药啊 或者是科兴等等的厂牌 而其中11例呢 都是Delta变种病毒 那我们就带您来看到的是 混打后染疫 他们的组合可能是哪些 其实呢 包括了第一个最多的 就是AZ加莫德纳了 那么第二个选项则是呢 打完两剂AZ之后 它再加打一剂BNT疫苗 还是出现了突破性感染 那么现在在台湾出现的 本土突破性感染呢 其中又以AZ疫苗比较多 还有就是Alpha的变种病毒 也因此现在当然台湾不敢大意 尤其是出现的这个机师染疫之后 被怀疑是不是Delta变异病毒株 现在指挥中心更是严正以待 长人五天之内 有三位机师遭到突破性感染 而且他们都曾经飞过芝加哥 指挥中心因此宣布了 凡是芝加哥航线的 回台都要居检14天 而且可以回溯 但到底是怎么感染的 有机师认为 可能是在外站的染疫风险相当高 国内规定强制不了国外地勤 传播力高的Delta 可能在无形中传染国籍航空机师 据了解除了案16066机师 飞的全是货机之外 另两名染疫机师则是执勤客机 但用客舱载货防不胜防 公司自己的话 从芝加哥开始 芝加哥这条航线就先暂停了 就先暂时停飞了 长城航班 以777这样机队来讲的话 我们的人数大概有 可能有六七百人左右 车上芝加哥回台机组员 回公司做筛检 接着就要送检疫所 目前芝加哥停飞之后 仍有安哥拉制 澳洲布里斯本这类都属于 高风险国家有同类情形 而至今仍可允许检疫期间派飞 希望里面内部在这个长城里面 做一个清零的一个工作上来讲的话 可能也是要看他们是不是 有所谓的相关接触史 或者是说在相关可能接触到的 航空站有一定程度的风险 那才去做这样子的检测 台达尔医院长黄立民认为 也要考虑再台染疫可能 不再只是境外感染 最怕长城内部以一窝人染疫 因全部召回EMPCR和抗体 王润显尤新Delta恐已进入台湾 最好每天筛检找出感染者 机组员防疫采霹雳手段 还是菩萨心肠 对决策者来说都是两难 TVB新闻张敏如轩彤 台报道 长龙已有三名机师染疫 折中心决定了芝加哥航线 机组员返台都要拘检14天 而为了防止病毒持续的威胁机组员 长龙也证实了 暂时要停飞芝加哥的航线 而事实上根据了解了 但目前境外移路已经造成了机师家人感染 有医师就认为 不该前往境外移路方向去想 不排除长龙内部恐怕已经出现 一窝蜂的感染 戴着口罩排排坐几乎是非 芝加哥航线机组员 好几台游览车在长龙南侃大楼门口等 这次召回283人 裁剪完都得到检疫所隔离 不少飞行员知道要再被关14天 情绪崩溃 公会强调外站机组员防疫比谁都严 不排除可能当地旅馆清洁不足 但都是同飞芝加哥航线染疫 常如宣布客货运都停飞 加上高风险区伦敦雅加达也都暂时取消航线 保险起见召回所有机队近1500名机组员PCR谁解 一个礼拜就不需要砍掉26个长班 那昨天一天我们就砍掉60个航班 那对我们的营运上的损失非常的大 货物部分包括他们还有包括华航 他到美国的一些航线 我想这个部分他们也会有一些互补 外站或是在国内两边都希望航空公司的董事 报出确诊当天部长就亲自下令要常荣华航加场外站措施 民航局长更致电说正话要求检视防疫工作 如果难落实就检讨航线运作 但打完两次疫苗还确诊 陈时中松口又规划安排打第三季 打完第二季的六个月 从那时候大家讲九个月或者到六个月 并没有讲说要很近的一个时间 换句话太接近第二季时间来施打的话 那效果也不见得会比较好 机组员属于第二类施打顺序也算前面 希望透过防护力抵抗病毒入侵 TVB新闻师冒杰黄金盈桃园报道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新他说了 事实上根据了解了 在这个机师机组员一落地之后 就想要去购物旅游 而宽松的防疫措施因此变成破口 不过此话一出之后 立刻遭到机组人员炮轰 徐巧新他也急忙澄清 他谈论的不是在外站的行为 而是批评回台后的零加期政策太过宽松 我觉得可能有点误会 因为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是没有谈到外站 觉得无奈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新 周五上政论节目谈机师防疫破口 却惨遭网友出征 航空明英贴出徐巧新上节目的字幕 痛批他心术不振 抹黑全体努力工作的空情人员 更点名外站早已实施严格管制 一次性房卡进入即可失效 无法任意离开违规及惩处 徐巧新急忙喊冤 那可能他们会觉得我表达的不够精确 比如说像是一些什么落地 我其实指的是说 就是我们现在的零加期的这个政策 那就来还原徐巧新的说法 谈到自主管理规定 他认为现有规范非常宽松 点名落地之后 很多人像空姐 他们就会想要去购物 想要去旅游 想要去放松一下 因为每几天过后 又要上飞机了 非常的闷 所以就是说这么宽松的措施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对抗人性的 得给他这样的措施 他反而变成是每一次的破口 都是从这里来 有些机组员以为我在讲的是 在外战的生活情况 但是其实我谈论的是说 目前回到台湾以后 零加期自主管理的这个政策 是不是有必要在网上调生的问题 只是这误会恐怕不小 我有纷纷涌入 徐晓星脸书留言批评 难道机组员在外战还能旅游吗 麻烦做好功课 再去上节目好吗 那如果有些人感受不好的话 我也很抱歉 或许我在下次的这个用词上面 可以更加的精准 更加的回应到这个事情的本质 不过因为我没有讲的事情 我就是真的没有讲 虽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但说者下次发言前也要多当心 TVBS 红封话 刘婷婷 他不知道 但由Delta进入到社区 研究指出了两剂的疫苗保护力 超过了九成交给记者韦佳琪 唯独Delta病毒 现在日本的研究就指出了 打这两个牌子的疫苗 保护力高达九成以上 是哪两个牌子呢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日本的研究指出 从一月到七月之间 有1130位病患 他们是染到了Delta病毒 不过他们打的是 BNT跟莫德纳疫苗 那这两款疫苗的效力又是如何呢 其实研究发现 不管你是BNT或是莫德纳的疫苗 只要你接种完第一剂 基本上都会有48%的保护力 那么如果完成两剂接种的话 更可以来到91% 而在两剂接种完之后的 过两个礼拜 保护力他们研究 更可以来到了95%以上 也因此是相当惊人的保护力 但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口罩的防护 还是不能够少 不能轻易的把口罩给拿掉 那么现在台湾面临到Delta病毒的威胁 台大医师黄利明就说了 如果台湾出现了10个人以上的群聚个案 或者是两波以上的群聚案例的话 那么台湾现在就不能再继续二级警戒了 可能要考虑着警戒升级 免得这样子的疫情继续扩散 对于台湾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游敏林先生她控诉了 78岁的妈妈因为有高血压打莫德纳 但接种后两个礼拜 被诊断出脑主干血酸 石油设施做附件让手更有力 这成了林阿嬷的日常 怎么也没想到打完莫德纳疫苗 14天后全身无力 无法行动送到医院被诊断脑主干血栓 儿子表示因为妈妈有高血压 所以当时特别不选AZ而是等莫德纳 但78岁的林阿嬷7月3号打完隔天没力头晕 接着近两个礼拜状况时好时坏 直到17号突然无法下床 讲话也不清楚 血压更飙到180 紧急送医家属说诊断出脑主干血栓 意识研判和高血压有关 甚至一度住进家户病房 好在病况好转8月12号转院 做中风的后期治疗 因为右侧的手脚仍然无法控制 人间接关系 疫苗可能就是那把钥匙 你原本有三高 那你打了疫苗 结果那个钥匙把那个疾病打开 都可以提大概十几二十公斤才会 现在连握力 三公斤的握力都有问题 所以相对还是差很多 就刚好打完莫德纳前后就差别很大 林先生认为虽然医师判定 和疫苗无直接关系 但偏偏妈妈身体出状况 就在接种过后没多久 她怀疑和疫苗有关联 对此医院表示 关于病患病情及相关症状 无法透露任何个资 林阿嬷的复健之路还很长 林晨晨也会研究 如何申请预防接种受害救济 家属只想知道原本健康的妈妈变成这样 到底和疫苗有多少关联性 TB的新闻 王兴堂 这位宣传的报道 也有人家中的长辈原本要打第二剂的莫德纳 但之后在上网查询 预约居然被改成了高端疫苗 网友在PTT发文 家中长辈原本预约好 9月2号要去台大医院打第二剂的莫德纳 但8月31号收到简讯通知 因为疫苗的库存量不足 要改成9月10号施打 原本网页上是写着疫苗公费 专责门诊 有标注莫德纳第二剂 没想到今天在上网查 却变成接种的是高端疫苗 医院都没有事先通知 就擅自更改疫苗的品牌 让网友是很傻眼 台大医院表示 资讯单位在转集资料时 的确发生了资料物质 才会让原本预约莫德纳的民众 被改厂牌 现在已经全数修正 以上资讯主播 中央约有20万剂的疫苗 没有打完开放20岁以上 不用预约 直接到医疗运所来打 123456个人 中央开放20岁以上 打高端免预约首日 台北联益中校医院区 早上来的人并不多 说高端比较有可能打到 第二剂第三剂 因为大概快30岁 这样如果照其他两个疫苗牌 的话要等比较久 第二剂来客也是 看起来打到几率也没那么高 哪个能比较快打就先打 现在是先打比较重要吧 虽然有预约其他疫苗 但就怕等不到更担心打完后 下一剂没着落 年轻人打高端前先做功课 插在副作用 所以就想说 反正都有就赶快先来打 总统都打了 我就没什么顾虑了 不想要牺牲假日去发烧 BNT它其实保护力下降速度比较高端还要快 所以没有要打BNT的意思 接种前先上网爬文 不少人认为打高端后 副作用较其他疫苗少 但现场观察 多以25岁到35岁为主 恐怕是20到22岁 还是在等BNT 毕竟人名色比较大 中央这次开放约有近20万剂高端疫苗 台北联谊五个院区 9月4号到6号施打 目前199个人预约 至于台大 景美等 9月6号开放接种 儿子打得还很顺利 所以我也直接过来打 现场也有不少移工来施打 高端接种率低 在开放 民众在有限的疫苗之下 多方评估 做对自己最好的选择 大联盟洛杉矶天使的日籍 球星大谷祥平休息八天后 再度站上了 投手球 因为右手万遭出身球击中 大谷祥平休息八天 再度站上投手球 只是第一局就有小插曲 球迷惊呼 因为这颗投手强袭球 打到大谷的惯用手 不断低头 看右手大谷一脸蛮痛的表情 尽管大谷这局没有丢分 但二局上 他被敲出这发两分炮 游记兵的杰森马亭把球轰出右外野 也让大谷失去原本两分的领先 还好他很快回稳 大谷魁维五个月 在线160公里以上的火球 三阵掉 杰森马亭报仇 这场比赛大谷投满七局 用掉117球 是他转战大联盟后 单场用球数新高 最后天使三比二赢球 也让大谷拿下本季第九胜 根据ESPN预测大谷本季最终成绩将可达到49 轰107分打点和10胜 看好他能缔造魁维103年的二刀流记录 只是大谷祥平过去开轰 第一个抱他庆祝的队友 Hosen Iglesias 因为手臂表现太差 已经被天使队释出 也让大谷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点収按呈